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TechTaylor科技說你的科技變遷 我是主播Efra 我是一個休閒玩家 我很愛玩電動 但通常都是for fun 不會想要特別去精進自己的技術類型 反正玩久了自然而然就會越來越強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不一樣 可能是技術很好 對於使用的電競周邊也需要有一套挑選的原則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這麼多大品牌 Razer、Logitech、Corsair還有街機品牌 Madecats甚至到很多電競選手都很愛用的Zoe之中 怎麼去挑選適合自己的電競滑鼠 那要注意一下 我這邊說的是電競滑鼠 所以在這支影片 我們主要會圍繞在遊戲電競的這些條件下去做討論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要忘了訂閱TechTaylor科技說 你的支持是我們的創作動力來源哦 首先不可以跳過的就是規格面 雖然我發現很多資深的玩家 其實更注重的是肌肉記憶 也就是使用起來順手習慣穩定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去看太多規格面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規格面就當作是一個知識背景 去實體店面試用的時候 大家心裡會比較知道有個底說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項 那挑選滑鼠時你可能會需要幾個重點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要買有限還是無限滑鼠 有一些朋友心中會有個疑問 就是無限滑鼠不會延遲嗎 我在瞄準的時候如果延遲了怎麼辦 那我的操作不就醜掉了嗎 那最早的無限滑鼠的確會有這樣的疑慮 但是科技的進步總是快的超乎想像 到了2020年其實很多滑鼠都可以做到無感延遲 如果你還是會擔心的話 很多媒體都有整理出現役的電競職業選手 很多都是在使用無限滑鼠了 所以關於延遲的問題我覺得不必擔心哦 那我會覺得選擇有限或是無限滑鼠的關鍵在於 你會不會常常忘記充電 大部分的競技遊戲其實是不能暫停的 那如果你是常常滑鼠用到電力枯竭 那我就會建議你買有限滑鼠去穩定供電 那再加購一個夾線器把多餘的線材收合起來 不要造成線材的干擾 或是有限充功能的無限滑鼠也是能插著邊充電邊使用 那關於這個議題也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雖然看似無限滑鼠的普及率越來越高 但還是有小部分的玩家堅持使用有限滑鼠 那我曾經就問一個我多年來堅持使用有限滑鼠的朋友 他的想法是除了信仰之外 因為有些老品牌比較多是型號是有限的 那就是他曾經在無限滑鼠上摔過膠 就可能打一個很重要的副本 滑鼠突然沒電就沒撿到寶 從此之後他就只使用有限滑鼠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射擊類型的遊戲 最常看到的三大規格 DPI、IPS跟加速度 那很多滑鼠會主打說他的DPI就是靈敏度可以到上萬 不過很多射擊遊戲類的電競選手 其實DPI都只有落在400到最高可能1600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必須要很穩定很精準的準心 不能飄移 所以我覺得DPI是夠用就好 那DPI還有一個需要考量的地方是 你使用滑鼠的方式還有空間 簡單來說是可以分為手腕流跟手背流 那手腕流大部分是大部分啦 所以不是全部 是使用比較高的DPI 所以要擺動手腕就會有足夠的移動 那比較低的DPI移動範圍就比較大 所以他可能通常需要手腕以外也會連動到手背 因此稱為手背流 那這也是為什麼很多FPS電競選手就是 手背流然後DPI很低 因為甩箱的動作會很大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說到IPS IPS是指一秒鐘內滑鼠能夠感測到最大的移動距離 那IPS跟DPI是相輔相成的 同樣在射擊遊戲中非常重要 那剛才我有提到射擊類的選手通常比較偏愛低DPI 那在靈敏度較低的情況下 手需要移動比較大的距離才能有畫面上的視角移動 也就是手背流滑鼠移動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如果IPS太低的話就會出現掉幀的狀況 那就這點來說的話 400以上的IPS在電競滑鼠中算是比較領先的規格 最後是加速度 單位是G 也就是滑鼠感測器能夠準確的追蹤到的加速度 那滑鼠從靜止階段突然的滑動 需要有30到50的加速度才可以確保滑鼠有跟上手部動作 那以上我們講的加速度、DPI跟IPS 這三點的關係對於FPS射擊遊戲來說就是核心規格 黃金三角的概念 那其中只要有任何一項數值歪掉 就可能會讓你無法保持操作水準 那比如你習慣DPI400玩射擊遊戲 你聽到腳步伸在你的後腦勺方向 視野要轉180度開槍 但卻因為滑鼠的IPS數值或是加速度不夠 滑鼠出現掉針卡頓的狀況 你畫面上的準心 就不會直接到你肌肉記憶中該到的方位 再來我們講的回報率也不是越高越好 回報率MCU講的就是 滑鼠跟電腦間的訊號傳輸頻率 那通常以赫兹為單位 那回報率越高 滑鼠對於玩家動作的反應也越快 那它跟IPS的影響有一點像 但IPS是跟滑鼠移動的範圍有關 但是MCU和反應的時間連結性更強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電競滑鼠的回報率 都落在500到1000赫兹 但回報率也不是越高越好 需要考慮到電腦的硬體規格 那如果不足以負荷比較高的回報率 滑鼠可能就會出現掉針或是游標會有飄動的現象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滑鼠的重量是越輕越好嗎 那我覺得滑鼠輕或重都沒有哪一個比較好 因人而異 那這點跟肌肉記憶也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習慣的問題 那有些人會說輕的滑鼠會容易飄耶 但有些人會覺得輕的滑鼠才能更方便的移動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那偏好比較有重量的滑鼠或是輕量化的玩家都有 所以市面上才會同時有可以使用砝碼加重 或是追求極致輕量化的動動滑鼠 那也並不是小手就適合小滑鼠 像我的手應該算是蠻小的吧 但我就很喜歡比較大一點的滑鼠 我整隻手的包覆感會更好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嘗試跟以往習慣不同的滑鼠 但又會怕影響到自己遊戲中的表現 那我會建議大家使用M-Lab 就是一款射擊遊戲的訓練模擬軟體 在Steam上可以免費下載 裡面有非常多款射擊遊戲的模擬 像是Apex, FireRam, Rainbow Six, CSGO, Overwatch都有 那今天不管是你要換滑鼠或是調整DPI數值等等 都很適合去用這個軟體讓自己的肌肉 重新習慣跟槍跟對點 那連結我也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玩玩看喔 那最後關於握感我再補充兩點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話需要特別注意 雖然現在普遍的滑鼠都是設計成對稱使用 就是左右開工 但小部分比較注重細節貼合度的滑鼠 可能會有還是需要挑左右手的狀況 再來就是如果你的小拇指習慣放在桌上去使用滑鼠 然後常常覺得摩擦不舒服的話 我也會建議你去挑選那種測群設計的滑鼠 可以有效解決小拇指摩擦的問題 今天我要介紹的一個滑鼠品牌 資深的玩家應該有聽過 叫做Madcast 台灣翻譯叫做美加師 2000年後網路的普及 讓PC遊戲開始成為電競的主流 那對於比較年輕的玩家來說 可能不太清楚家機遊戲的輝煌歷史 或是印象已經很模糊了 但是Madcast可以說是成就了這段歷史的工程之一 Madcast在1989年成立之初就推出了配合PC遊戲 Real World Golf 1跟2的專屬遊玩裝置 Madcast Game Track 往後多年也配合了PS2還有Xbox系統 推出了很多款遊戲專屬的遊玩裝置 最重要的是 2008年日本遊戲大廠 Capcom 發布了遊戲Street Fighter 4 就是快打旋風4 Madcast承襲了過往快打旋風的街機風格 發布了專屬的遊戲搖桿 成為了當時所有格鬥遊戲迷的夢幻配備 那格鬥遊戲作為主流電競的先驅 Madcast也跟許多電競賽事跟聯盟合作過 比如EVO跟ESL等等 那曾經在2017年有宣告破產的紀錄 但是很快的在隔年2018就被港商買下來 那經營團隊換了一批人後也重新再進入市場 並且台灣也有分公司跟代理商 那Madcast的電競滑鼠特色非常鮮明 就是它的外觀充滿機械感 而且高度客製化可玩性很高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玩家 會買Madcast當作收藏品 或是可能滑鼠退役了也不會丟掉 當擺設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放在房間非常帥 那以下介紹的四款Madcast的電競滑鼠 在介紹後都會有一段實測 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按鍵按起來的聲音 或是反饋感滾輪的阻尼等等 首先Madcast Mojo M1 它的大拇指區域有做側群的設計 那為了達到70克的輕量化 所以有蜂巢挖空的設計 那同時也可以減少手掌貼合接觸面 就比較不會有悶熱冒手汗的問題 比較值得提的是以這個價位段來說 有專利的Dakota微動響應時間 只要兩毫秒的滑鼠並不多 所以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它的按鍵設計其實比較長跟厚 它的按壓次數是很分明的 那我會推薦給MOBA類的遊戲 像是英雄聯盟 Dota 2 的遊戲玩家使用 那FPS需要快速點槍的話也OK 那建議你的手指可以曲起來 往後壓一點就可以很快速的按 接下來來聽一下 Mojo M1的按鍵聲 再來是Madecast Red 6家 那6家開始算是中階的電競滑鼠 很有質感 首先它的底盤是鋁金屬 握上去的觸感很好 冰涼冰涼的 它的掌脫可以前後調整 所以不管你的手大還是手小 都可以自己客製化長度 那如果想要調整滑鼠的重量 裡面有三顆砝碼可以自由調配 那整個滑鼠總共有 11個編程聚集可以做設定 很適合懶人 那我覺得如果是玩MMORPG的玩家 或許會蠻喜歡的 因為它很多技能可以直接放在滑鼠上 刷怪的時候很方便 比較有趣的是它左邊的按鈕 原始設定是壓著的時候 DPI可以順降 放開就會變回原本的DPI 那MOBA類的遊戲比如說 LOW部分的角色 齊勒斯、法洛士 它蓄力Q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這個順降DPI的功能 那避免你手滑 那FPS的話 或許是你從步槍切到狙擊槍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DPI順降 那我們來聽聽看RAID 6加的按鍵聲 再來是MadeCase的RAID 8加 8加是6加的升級版本 規格上算是全面升級 DPI、IPS跟回報率都有所提升 還有微動升級成專利的DACOTA 但實際上使用的體感我覺得差異不太大 底盤一樣是鋁金屬很有質感 那跟6加比較不一樣的是 這次8加的版本有內建送六角板手 可以直接拆機換零件 掌脫可以前後調整 所以手大手小可以自己客製化長度 那如果想要調整滑鼠的重量 裡面也有三顆砝碼可以自由調配 那8加我覺得FPS、MM、RPG還有MOBA的玩家都適合 那喜歡輕量一點的話就是6加比較輕 砝碼拿光大概是115克 那8加砝碼拿光大約是133克 另外是8加還有ADV的特別版本 它的DPI拉到更高支援ZP的微動 那兩邊都有側群的設計 重點是它的外觀是烈焰紅 非常帥 那我們來聽一下RAD8加還有RAD8加ADV的按鍵聲 最後是MADCASRAD DWS DWS是雙模無線滑鼠 那它分為是無線2.4G還有藍牙5.0的連線模式 那分別可以維持200小時跟300小時的使用時間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使用的是3號電池供電 不是使用充電線 它的接收器可以直接收在滑鼠的底部 滑鼠尚可調整的聚集總共有14個 掌脫的長度一樣可以前後調整 並且隨和會附上兩種不同顏色的掌脫 黑色跟銀色的 你看膩了還可以換外觀 那小指托也有三種尺寸可以換 剛才有提到過6加還有8加還有這支DWS的左右滾輪 都可以設定成切換武器 那換槍的時候我覺得會比以往更順暢 當然前提是你需要習慣這樣的聚集 那最後我們來聽聽看RAD DWS的按鍵聲 最後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挑選滑鼠的時候盡量聽你手的話 不需要太追逐規格 因為目前市面上的規格其實都非常好了 比如DPI上萬的滑鼠比比皆是 但是大多數的FPS選手 DPI設定都只落在400到最多1600左右 那握管上也不是手小就一定適合小滑鼠 輕量化也不見得就是好 盡量以手手用起來最順暢的 穩定為主 至於無線滑鼠到底會不會延遲 這兩年大多數的品牌 都已經是做到無感延遲了 許多電競選手也有使用無線滑鼠比賽 所以已經不太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除非你擔心的是忘記充電 玩到一半突然動不了 那今天介紹的Madecast滑鼠中 有線的滑鼠都是編織線材 那如果你玩的是MOBA類型的遊戲 像是英雄聯盟 並且你追求輕量化 就可以注意Mojo M1 那Madecast這個曾經引領電競周邊的傳奇品牌歸來 在家機遊戲最輝煌的時代裡 推出了非常多PS2還有Xbox的遊玩裝置 對於很多資深玩家來說 Madecast更多是承載回憶跟經典 相信也有很多觀眾會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覺 那不管今天你是記憶中有Madecast這個品牌 或是今天第一次認識他的朋友 都謝謝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那也別忘了訂閱Teketailer科技說 還有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比 也就是滑鼠感測器能 準確的追蹤到的加速度 滑鼠靜止接...靜止... 媽媽!我不行啦 缺夾狗 怎麼好生命啊